周末午后,传统商圈的人潮疏疏落落 展示架上城内的服饰乏人问津 网络商城、商店街、电商平台 独立品牌各式各样的网络购物形态 早已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 而有一群人,平均年龄只有25岁 他们如何协助实体商店切入网络市场 帮助他们度过重重的考验呢? 交点观点Plus,Daily Commercial 没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了一个商业观点,我是宜珍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 是刊登在2020年6月17号林立三首撰写 并刊登在创业小剧公网的文章 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25岁的新创公司 ShowU,优选科技 利用AI协助零售商进行数位转型 并提供电商能够优化拍卖过程的工具站 他们专注于影像辨识技术 将产品照优化 节省上架时间 让原本缺乏线上通路的传统百货 传统商圈 降低数位转型的技术门槛 创办三年之中 ShowU曾协助知名outlet百货导入数位工具 将产品整合至线上购物频道 起初ShowU希望可以通过客户的自由APP的上架设定 来自动推荐商品的服务 但是APP商城上的商品数量却非常少 而且展示图片多数也不美观 因此他们针对这个需求 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创办人刘一涵提到 他们发现这种大型线下百货的问题 竟然跟中小型商家一样 都没有好看美观的产品照片 除了处理过于不上向的产品形象之外 ShowU的另一类客户是 目标数位转型的传统商圈 在面对不熟悉数位工具的 传统批发服饰业者中 团队必须花费较多时间进行教育训练 协助商家了解上架流程 网络平台的基础功能 刘一涵透过设计 以简单的快速上架123口诀 辅导商家使用工具 拍张照片 由AI辨识出照片的内容是什么 在自动标签 他们只要标上价钱就可以卖了 非常简单 他们还不只有美图的功能而已 ShowU团队发现 不管是大型百货公司或是传统商圈 都有开拓数位通路的需求 这促使刘一涵肯定 ShowU的AI工具需要发展更多面向的服务 因为协助的对象要扩充到目前广大的电商 美妆平台 因此ShowU影像辨识技术 可以自动抓取超过400位IG以上 KOL网红 超过5万张照片 使用超过40种标签进行分析 让大型电商采购部门的决策有数字依据 而不是仅凭经验和感觉来决定 整个季度的采购方向 而这样的技术也吸引知名服务店上的合作 大家是否相当好奇 这群25岁的年轻人 对于市场洞察 数位应用了若指掌 从他们服务的客户类型 完全看不出他们只成立3年而已 其实ShowU团队出身台科大车库 也曾进驻台大育成中心 刘一涵认为政府提供青年创业的资源十分充沛 很多人抱怨100万不够 但对青年创业 你只要验证自己的model 看你的business可不可行 过去在学校、政府计划的协助下 刘一涵才有机会出海参访 也因此接触到东南亚、北美等地的投资人 因为看见台湾的资源丰富 刘一涵也毅然决然离放弃年薪百万的海外over 带领着平均年龄仅25岁的团队重当 刘一涵说 他觉得这是最好的时间了 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间点了 他认为青年创业不仅可以接续在学校做过的专案 资源的取得也很方便 体力与热情都能跟上 未来啊 休育希望能够与更多大型的开店平台、工具站、合作与创接 辅导更多海内外的商家进行数位上架 加速零售业、数位转型 我相当欣赏刘一涵这位年轻的女创业家 拥有创业的精神与热情 她更是热爱这片土地 她的经历还能够鼓励许多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 因为她之所以有能力在这么年轻创业 是她看见台湾的资源 加以利用学校的专长来结合现在的事业 因此毕业后 不会只有转职这条路 抓住每个时间点 你也有机会找到自己的定位 发挥专长来贡献社会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啦 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都能够成为各位听众的帮助哦 最后 想邀请每一位 对于新创 商业 科技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进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就要留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怡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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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